篮网这一页可谓是好消息不断 据著名记者查拉尼亚透露 欧文将代表篮网出战客场比赛 并且参加主场的训练 篮网官方随后也正式发布公告 证实了消息的准确性 这么一来 欧文将成为联盟历史上第一位兼职球员 篮网也将成为联盟历史上第一支拥有 客场优势的球队 篮网管理层之所以改变主意 让欧文以兼职球员的身份回归 主要给予以下三点因素考虑 一 能够最大限度的帮助篮网争夺 季后赛的主场优势 二 能够缓解杜兰特和哈登高强度 连续作战的疲劳和消耗 三 能够暂时缓解球队半数以上球员受困于联盟 健康安全协议无法出战的窘境 对于欧文的归队 篮网还有两项附加条件 必须在归队前连续五次取得阴性检测结果 并且在归队后 每天接受例行检测 据悉 欧文本人同意了上述这两项要求 篮网本赛季还剩下27场客场比赛 欧文只能出战其中的24场 另外两场对阵尼克斯 一场对阵猛龙的比赛则由于比赛所在地特殊的 防疫规定禁止为接种疫苗的球员进入场地 先让欧文打客场就救火 顺便给他个台阶下 如果欧文顺着这个台阶下并且接种疫苗 那么一切就水到渠成 如果不愿顺着台阶下 依旧我心我素拒绝施打疫苗 那么客场就是欧文的宴货之旅 只需要杜兰特点头 欧文随时都有被交易走的可能 再者说 按照目前联盟球员大规模染疫的态势 只要欧文上场比赛 感染病毒的概率就会大幅增加 这么一来就可以完美地避开纽约政府的防疫条例 篮网很有可能正在下一盘大棋 篮网官方还公布了对阵魔术的球员名单 杜兰特和米尔斯轮球 克拉克斯顿也不确定是否出战 篮网变成了一支只剩下新秀 加零时攻组成的球队 好在魔术不但是被靠背作战 阵中也有特伦特 罗斯 奥瑞杰普顿等一堆球员 触发健康安全协议 打不了 杜兰特连续四场比赛 拿到至少30分5个 篮板5次助攻的数据 不但成为篮网队史第一人 还第三次被评选为美国篮球年度最佳男子运动员 在NBA官方最新一期的MVP排行榜中 杜兰特也反超了库里 暂时位居榜首 很难想象跟见大伤过后的球员 还能打出MVP级别的表现 说完了与篮网相关的新闻 我们来看几则最新消息 一 除了发布MVP榜单 NBA官网还评出了本赛季迄今为止进步和 退步最快的球队 其实凭借大哥阵容的出色表现 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联盟进步最快的球队 由于伦纳德的确证 快船则成为了新赛季退步最快的球队 二 由于乔丹普尔触发联盟健康安全条例 小江穆迪代替了普尔的首发位置 出战勇士客场对阵凯尔特人的比赛 瑞军的霍福德 格兰特·威廉姆斯以及埃尔南 哥麦斯也因触发了联盟健康安全协议上不了场 施罗德因病缺席本场比赛 库里在波士顿当地知名餐厅就餐时 享用了一个为他特别定制的披萨 披萨上的2974 正是他超越雷阿伦创造联盟三分 历史记录的数字 勇士跟队记者透露 克莱·汤普森完成了自己在发展 联盟的康复任务后 最快将在1月4日勇士主场对阵热火的比赛中复出 三 近来正杀得兴起的森林郎状元安东尼 爱德华兹和队友托里恩·普林斯出发了 联盟健康安全协议 声称自己洗澡都戴着口罩的防疫模范生尼克斯 后卫奎克利也确诊染疫 让球迷忍君不惊 正在养伤的胡人后卫纳恩和绝境球员小麦克尔 波特也被检测出了阳性 好在公牛球星德罗赞 黄蜂的三球鲍尔和 伊斯美尔·史密斯均一解禁 重新回到球队中 四 由于已有超过19只球队的球员 触发健康安全协议 因此NBA联盟考虑将允许阳性无症状的 球员继续参加比赛 并且允许每只球队在出现病例后 最多可签下三名十天短期合同的球员应急 这些球员的工资办不会计入工资贸 用以缓解目前联盟各支球队出现的人员危机 五 虽然大部分凯尔特人球迷觉得丹宁安吉去到 阎湖城出任篮球运营总裁 不过就是养养老 拿点退休金 但爵士老板却希望通过安吉的运作 让爵士能够问鼎总冠军 按照快船主帅泰伦卢的话说 就是联盟又将有球队要倒霉了 因此爵士在接下来的球员交易市场有何动作 颇受外界关注 六 绝境球员马库斯霍华德经核磁共振检测 被确诊为左膝盖扭伤 需要在六个星期后重新评估伤势情况 活塞前锋杰里米 格兰特成功接受了拇指手上 预计康复期在两个月 面对骑士和尼克斯遭遇两连败的火箭仍在兜售 沃尔 戈登 伍德和豪斯 总经理斯通努力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得为球队 带回几个首轮签 毕竟今年选中的四名首轮新秀中 杰伦 格林 申金和克里斯托福都 达到了球队的预期 能够成为球队重建的拼图 只剩加鲁巴还需要更多时间观察 如果未来两年还能选中二到三名高顺位的风险球员 加上加利森 马修斯这样攻防两端都极具 拼尽的角色球员 火箭未来阵容的框架也就只冷起来了 无独有偶 重建中的马刺也将赛迪斯良提 踢出出了轮换阵容 波波维奇对此也很无奈 球队有大批年轻球员需要培养 无法满足赛迪斯良对于出场时间的要求 赛迪斯良和火箭的沃尔目前的处境很像 唯一不同的是 赛迪斯良的合同较小 比较容易找到下家 而沃尔的毒药合同根本无人问津 开拓者最近11场比赛输了10场 虽然利拉德一再重申自己会坚守波特兰 不会主动申请交易 可问题是 开拓者已经到了瓶颈期 不得不拆队重建的地步 因此 按照最近利拉德的糟糕表现 开拓者管理层围绕利拉德重建的想法恐怕也会打 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双枪的上限就是季后赛首轮游 那年静息绝只是偶然事件而并非大概率事件 不过开拓者的重建和步行者一样 重建并不等于摆烂 现有手里的球员都能换回优质的交易筹码 只是等待管理层下定决心罢了 胡人除了纳恩 刚刚三分绝杀独行侠的小将李福斯也 触发了安全协议 把自己也给绝杀了 倒是威少连续检测了好几次都呈阴性 和詹姆斯一样 一天不到就重返球队了 据胡人主教练沃格尔透露 蒙克的情况相当复杂 被联盟允许随队但却还没有解除协议 因此对阵森林郎的比赛肯定打不了 胡人本赛季迄今为止让詹姆斯打 聊84分钟的5号位 进攻效率是106.1 防守效率是107.4 百回合输给对手1.3分 单从纸面数据上看 效果不大理想 如果从阵容适配性上看 胡人在詹姆斯出任中锋期间 总共尝试了4套阵容组合 威少 蒙克 艾林顿 农眉 詹姆斯这套阵容 使用时间为12分钟 换算到百回合赢了对手44.9分 小塔克 蒙克 艾林顿 田瓜 詹姆斯这套阵容 使用时间为7分钟 换算到百回合赢了对手33.3分 里夫斯 艾林顿 小塔克 田瓜 詹姆斯这套阵容 使用时间为12分钟 换算到百回合赢了对手29.1分 沃格尔让詹姆斯打中锋能够增加 古人阵容的机动性 也能有效节省詹姆斯的体能 缺点也相当明显 就是内线缺少高度 篮板保护很成问题 大多数球迷都期盼着佩林卡能用威少交易来 西蒙斯或是利拉德 只可惜这不是2K游戏 古人手中的筹码根本无法打动76人 和开拓者管理层 以上就是今天的NBA新闻 欢迎大家多多留言 点赞并关注 谢谢大家